哈囉我是班老大 那今天我要來分享的是 Surfshark Antivirus這套防毒軟體 那這套防毒軟體在市面上 算是比較新出來的品牌 Surfshark大家應該都有聽過 他們很有名的就是VPN 因為近幾年開始在推防毒軟體 我自己也已經用好幾年了 那覺得還蠻好用的 所以今天想要來分享這一款 防毒軟體給大家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現在Surfshark 防毒軟體的方案 那目前Surfshark有三種方案 分別是Surfshark Starter Surfshark One 跟Surfshark One Plus 那Surfshark Starter 它這個主要是給VPN使用的 包括說它有基本的VPN 然後廣告封鎖程式 還有Cookie這個Blocker 然後還有其中一個是 各自的產生器 跟電子信箱產生器 但是要注意的是 這個Starter 它沒有防毒軟體的功能 這邊就可以看到說 防毒軟體還有一些 資料外洩 跟安全的檢測這邊都沒有 如果你需要防毒軟體的話 至少要去選擇這個Surfshark One 應該也不是說至少 應該說我唯一只推薦 選擇這個Surfshark One 因為它包括了Surfshark VPN的功能 然後還有包括所有保護身份的功能 像是各自產生器 然後遮蔽電子信箱產生器 外洩的警報 信用卡外洩偵測 這些全部都有 然後這邊是最重要的 就是防毒軟體的部分 包括說有全天候的防毒保護 然後網路攝影機 跟這個反間諜這些都有 然後它只有少了這兩個部分 就是移除網路上的資料 比方說你在線上有一些個資 已經公開在網路上 但是你希望把它拿掉 就沒有這個功能 它這個功能也只有在美國 加拿大和歐洲有 所以你如果是在亞洲或台灣地區 那其實也用不到這個功能 那這功能是只有Plus才有 就是這個Surfshark One Plus 所以說你只有在美國 加拿大或歐洲地區 才會用到這個功能 所以說你如果想要選擇 Surfshark 防毒軟體 然後還有外加VPN的話 那我就是唯一推薦這個Surfshark One 就是選擇這個方案就對了 目前官方也是最推薦這個方案 然後它可以選擇 看是24個月、12個月 或一個月 那我不建議選擇一個月 因為它價錢非常非常貴 基本上你用大概半年左右 其實就已經跟12個月 一年的價錢是一樣的 那你如果覺得想要便宜一點 你就可以選擇兩年的方案 那它的價錢就會更便宜 訂閱完之後 那我們就直接打開來 來看看Surfshark的防毒軟體的功能 那Surfshark安裝完電腦板之後打開 它會像這樣子 左邊這邊就會有一些工具列 那你如果只是訂閱Starter的話 它就只能用這個VPS的功能 我們就可以去連線到各國家 去做一些IP切換的動作 那我們的Antivirus防毒軟體 在這邊第四個功能 再來我來介紹一下 它這個Antivirus的軟體 主要的功能有哪些 第一個就是實時保護 那基本上這個功能如果打開之後呢 它就是24小時 會自動幫你偵測你的電腦硬碟 或者是儲存空間是不是有病 主要是硬碟的部分 那你只要電腦開著 它就是會一直掃描 所以你不用擔心說 電腦突然中毒還是怎樣 可以看到這個數字一直在增加 其實它就是一直在幫你檢測說 你電腦中到底是安全的 那它這個其實效能 使用上也非常低 所以不用擔心會佔用你的電腦資源 好那第二個是網路保護 那這個是針對你在上網的時候 比方說看網頁 或者是下載檔案 或者是點連結 每個動作在進行之間 它都會幫你去做偵測 比方說如果下載會有病毒 或者是連結連過去 可能是有問題的網站 它都會出現提醒 所以就不用擔心說 進到一個不安全的地方 或者是下載到病毒的檔案 好那這兩個基本上都是 要把它打開 這樣才有它的保護的作用 好底下這邊就是比較主動的部分 包括像是快速掃 跟完整掃 那簡單來說快速掃呢 它就是針對你的重點區域去做檢測 我自己是會設定每天去做快速掃 那這邊點這個 鉛筆訊息之後 你就可以去設定說 看你是要完整掃或快速掃 那快速掃的設定的部分 我是設定禮拜一到禮拜六 我就是每天 那比方說我去設晚上八點半 那每天的晚上八點半 它就會自動幫你做快速掃 所以你就都不用去做任何動作 再來看完整的掃描 完整掃描它時間會比較長 因為它就是針對你整台電腦 包括硬碟空間 行動硬碟 這些去做掃 就是建議一個禮拜做一次就可以 那我現在設定就是禮拜日 一樣也是設晚上八點半 按儲存 好這樣時間到之後 它就會自動打開這個掃描的功能 自動幫你運作 所以你不用擔心說 哪天會忘記做掃描的部分 那基本上這樣子 被動跟主動的掃描都有 那其實這個就是防毒人 你最基本需要的功能 這些就是最重要的部分 那再來其他附加的部分 像是網路攝影機 如果你電腦裡裝webcam 外接這個攝影機的話 那你就是擔心說 有些軟體可能會存取你的攝影機 或者是被盜用 那我就會建議把它打開 打開之後呢 只要你的軟體 有去用到webcam攝影機 它都會自動幫你去做檢測 我看看是不是有一些 外部啊或者是有問題的軟體 會去存取攝影機 就是防止你的攝影機 倒用 或者是突然倒開 那如果說你的軟體 確定是安全的 但是被SurfShot去深測到說 可能不信任的話 你就在這邊去做 加入信任的清單 這邊可以選擇你的軟體 把你的軟體加到你的信任清單當中 比如說LINE啊 或是什麼 它就會知道說 你以後用這個軟體 就是可以讓它存取你的webcam攝影機 它就是安全的意思 這樣子就沒有問題 那一樣也是把它打開 再來是病毒庫 你要定期去做更新 那基本上它其實都會自動更新 所以你其實也不用擔心說 忘記更新 那當然如果想要手動更新 就是在這邊按一下 選擇核取更新 這樣子就OK了 然後排除清單就是說 如果你在掃描的時候 有一些檔案 你不希望進到它的掃描的範圍內 你就一樣可以在這邊去加入你的檔案 它就會把掃描過程中去排除掉這些檔案 或者是資料夾網站這些 就是把你不想要掃描的項目給排除掉 那一般來說我們就是盡量讓它全部都做掃描 然後再來這個就是外部儲存空間 比如說USB啊硬碟或者是磁碟機 這些都可以去做另外的掃描 那一樣我們就可以把它打開 還有這個連接裝置的時候也會進行掃描 比方說你外接隨身碟 它就會問你是不是要掃描一下 就是防止說你插進去就中毒 然後最後是隔離區這個部分就是說 你如果掃描過後發現有一些疑似病毒的東西 不確定是不是要刪除 它就會先幫你放到隔離區 如果你覺得這個檔案不是很重要 你就可以把它設定為隔離區自動刪除 那檔案在60天之後 它就會自動幫你刪除掉 那基本上SurfShot Antivirus Fonduranty的功能 就這麼簡單 然後這個完整掃描跟快速掃描 你也可以主動去做掃 就在這邊 好那我們現在就來做一下快速掃描部分 那基本上這個快速掃描其實非常快 它只是針對掃重點的區域 可以看一下 好完成了 就只有12秒就掃完了 可以看到說掃描已完成 然後未發現危險 所以我每天12秒鐘我就可以知道說 電腦的重點區域是不是有重度 這樣子簡單快速然後就知道結果 那如果說你想要更完整的掃描 就可以選這個完整掃 那當然它的時間就比較長 那如果說你有特定的檔案 想要去檢測說看是不是中度 你就可以把檔案拖到這個地方 或者是選擇File 這個點開然後就可以去選擇你的檔案 像這樣子直接去選檔案去做掃描 那一樣它SurfShot就會幫你去做 個別檔案或資料夾的掃描 所以其實還蠻方便 而且很簡單 好那基本上這個整個防讀安體的功能就是這樣 所以基本上你只要設定好這些開關 那你就基本上都不用去動它 它連快速掃描完整掃描都會幫你做好 你就是每天開機就是自動打開SurfShot 防讀軟體 那它就幫你做好這些工作 手機板也是一樣 你打開SurfShot 然後設定好開關之後 然後就可以把SurfShot整個關掉了 那它其實就是會在背景繼續運作 那電腦板也是一樣 比方說我把整個軟體關掉 可以看到我已經把SurfShot整個關掉 那其實它防讀安體還是繼續在運作 你不用擔心說你把SurfShot關掉 它就沒有防讀的效果 那事實上其實它還是在運作 那我們再把它重新打開 可以看到其實它都還是在運作 沒有因為我把它關閉之後它就沒有效 那基本上SurfShot的防讀安體大致上就是這樣 那你選SurfShot One方案的話 它除了防讀安體 然後還有提供VPN 這邊你就可以自己去做實用 還有Alternative ID 它就是可以去創你的新的身份 比如說你要申請帳號啊 或者是用一些其他的用途 需要用到不同身份 你不想要用自己的身份 你就可以在這邊去創 新的身份 電話、地址、email 這邊就可以去新增 然後Alternative 這個是外洩監測工具 你點進去之後 它就可以去加入你的信用卡、卡號 或者是你的網路帳號 然後它就會檢測說 看看你的帳號是不是有外洩 有的話它就會通知你去改密 然後攝取的部分是私密搜尋 它跟一般Google搜尋不一樣的地方就是 你搜尋結果 它其實完全不會有廣告 然後它也不會記錄說 你到底看了哪些東西 所以你不用擔心說 你搜尋哪些東西 它都會幫你去做一個 有點像是比較隱私性高的搜尋方式 好 那SurfShot防讀安體 基本上就是這樣子 非常簡單 那我自己也覺得非常好用 如果說你覺得市面上 其他防讀安體太複雜 然後不知道怎麼使用的話 SurfShot Antivirus這一款 算是我認為最輕量化 然後也最簡單好用的方法 OK 那今天就分享到這邊 何變成 影片 沒有 騰 下 2 感谢观看